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要培養健康身體其實是有方法的 那我今天就嘗試的把這些東西盡量講給大家聽 那剛剛朱老師他已經幫我介紹過 就是說我在15歲以前是一個氣喘病的小孩子 大概每個月都在生病 每個月至少感冒一次 每次感冒至少一到兩個禮拜 所以我大概一年到一半的時間都在生病 那那個生活是很苦的 那個生活非常非常辛苦 那我也了解到說 後來看到一些比較年長的長輩 到了後來他們可能也要面臨相同的辛苦 所以我很早就知道 都體會到這個很痛苦的感覺 然後呢在15歲的時候 我親愛的母親呢 她幫我找到了這個遭陽器這個功法 那當時遭陽器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流行吧 應該是一個流行 然後她就賣 當時她就出書面的課本 出書面的課本 然後我母親呢就幫我找來一本 因為既然我用一般的方法治療 大概都沒有很明顯的氣色 所以我從15歲就開始學遭陽器 那遭陽器呢我大概練了兩年左右 身體狀況真的就慢慢變好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有一天回想起來 發現說我的感冒次數好像減少了 我怎麼不記得我上次氣喘病是什麼時候 我到那個時候我才發現 這個功法好像真的有用 當時我練得還蠻認真的 每天都練到汗流加倍 然後呢因為有了遭陽器 這個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之後呢 我就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又接觸到了遭陽器 那照理講 遭陽器應該是遭陽器 它的衍生出來的一個門派 然後在那個時候呢 還有這個蕭毅大師 他在推廣龍遊宮 跟六字卷 所以我相信如果說 之前有接觸到這些方法的人 應該都很清楚這些名字 然後呢練練練練 練到高中的時候 我會高中接觸到大聖產功 所以說在那個時候 我又開始學習了這個 佛教的一些觀想法 還有屬於佛教的氣功 雖然也許有些人看法不一樣 總之就是說 它似乎是一個有宗教背景的功法 然後呢在大學的時候 學習日本劍道 因為身體好了嘛 身體好了 當然就想要做一些 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大學時代就做了 就練了一些日本劍道 然後呢接著 畢業 大學畢業去工作啊 當兵啊 花了一些時間 然後之後呢 才接觸到 我現在用最多的一個功法 叫做無像氣學 那無像氣學 它基本上大本營在台中 基本上大本營在台中 然後它的擴散 並不太廣 不過其實我的 我的師兄弟人數應該蠻多的 應該也是上千人 應該也是上千人的一個規模 只是說現在它到底發展到什麼程度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跟他們接觸 所以比較不清楚 然後呢在27歲的時候呢 我原本以為 無像氣學應該已經是 一個很不錯的功法了 可是呢到了34歲的時候 我碰到了我的太極拳老師 一位蘇國欣老師 那從它的太極拳裡面 我是真正理解到一個 我喜歡的一種鬆柔的方法 當然每一個太極拳老師 都會提鬆柔的方法 那只是說有時候 有些方法相應 有些方法不相應 這是不一定的 總之就是說 因為碰到這個老師 所以我開始學習太極拳 接著呢 我就把太極拳 跟我以前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這個是我整個學習的過程 所以其實這整條路 繞了很長很遠 繞了很長很遠 但是呢我想 今天我們請到大家過來 那最希望的是說 今天大家能不能 馬上就得到一些 可以養生的方法 所以說我今天呢 反而會傾向於告訴大家一些 比較簡單 然後呢不用比一些 奇奇怪怪姿勢的一些工法 因為常常有人問我說 一天要練功練多久才夠呢 其實我的答案是 養生這件事情 你應該隨時隨地都在做 事實上是這樣子 就像我們開車 不是說你每隔幾百公里 你要進維修場一次 而是說你每次轉彎 跟踩煞車的時候 不要太用力 對吧 這樣才是保養汽車的方法 那我們保養人體也是一樣 所以我今天講的這些事情 都是最基本 然後希望 就是我希望 大家在日常生活當中 就可以盡量做到的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對大家 身體的幫助是最大的 OK 現在我把我所有的想法 都寫在一個叫做 太極拳實驗室這個部落格 那如果說你在上Google 或雅虎打這個太極拳實驗室 應該都查得到 如果是Google的話 應該是排名第一名 叫這個名字的人真的不多 好 好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要了解一些別的事情的話 可以上我的部落格 先看看我之前寫的一些文章 或者是說在上面留點話 給我一點鼓勵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些問題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進入正題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拜託各位 先相信自己的身體 先相信自己的身體 因為呢 大家看到我之前的學經歷 知道其實我是科學家 其實我是主張科學的人 所以說我比較傾向於認同演化論 那我認為說 我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啊 都是經過好幾億年的演化 發展完成的 而演化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動力 就是求生 所以我們所有的細胞 基本上是以求生為目的設計出來的 希望大家先相信這一點 所以呢 我麻煩大家請多多信任自己的身體 並且用正確的方法來使用它 不要用錯誤的方法使用它 然後期望它得到正確的結果 這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說呢 大家都很耳熟能詳 大家都要早睡早起啊對不對 然後經常保持 就要補充水分啊 鹽分 然後營養要均衡 然後我們必須要做運動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然後可是呢 有些人他沒辦法 他也許是工作的關係 他也許每天都需要晚睡 或者是說他必須要應酬喝酒 然後有很多病 那有這麼多病之後呢 說實在 你如果生活當中是這樣子過的話 那基本上什麼方法都沒有效 如果你過的是錯誤的生活 那麼我只能告訴你 用什麼方法治療都是沒有效的 他們都只能夠讓你現在覺得好一點點 可是長久下來一定有一天會擋不住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用正確的方法使用自己的身體 然後呢 我們在學習一些簡單的方法 來在平常日常生活當中呢 盡可能的保養身體 讓身體可以有更好的運作效率 所以呢 我們把問題轉到一個更小的層次來看 我們人類的身體呢 是有數十兆個細胞 有些人說六十兆 有些人說一百兆 其實這個數字好像到現在為止 科學家都沒有算清楚 因為不知道用什麼方法算嘛 細胞有大有小 你總不能把一個人全部打成細胞再一個一個算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人體身體裡面有寄生很多很多細菌 那我們人必須跟這些細菌共生 否則人就會生病 所以我們知道說人類的人體是由數十兆個細胞所組成的 那細胞呢 是生病的最小單位 為什麼要提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我們知道 基本上把人類的細胞摘取出來 放進培養面 大概都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我們知道人的每一個細胞 它就是為了活得很好而設計出來的 它並不是為了製造疾病 讓大家覺得痛苦而製造出來的 所以說 我們要怎樣讓每一個細胞都可以正常地工作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需要它能夠順利的代謝 那我們希望順利代謝 現在我們簡單講就是兩個小點 第一個就是正常地供給氧分跟氧氣 就是供給的部分 正常地供給氧分跟氧氣 然後呢 要正常地讓它排泄 那如果這兩件事情當中有一件做不到 那你的身體一定會出問題 那那個細胞一定會出問題 那只要細胞出問題 人就一定會生病 所以說我們不要先去種下醋的因 然後期望有正確的果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所以呢 我們傳統有一句話叫做 通則不通 痛則不通 那其實這句話蠻有道理的 大家都耳熟能詳 大家常常都會提到這句話 那我們維護細胞的代謝路徑暢通 就是我們保健最最重要的事情 那要維護什麼東西的暢通 那我們知道這個東西一定它會流動 它必須要能夠帶進什麼東西 跟帶出什麼東西 所以說我們把它分解成兩個主要的項目 一個是血 一個是氣 那我們先講血的部分 先講血的部分 因為血呢 絕大部分的人比較容易掌握 雖然說氣跟血兩個基本上是一樣重要的 可是血比較容易掌握 所以我把血放在前面呢 並不是說這個氣我不想講或怎麼樣 而是說大家應該要先把血照顧好 把血照顧好你的問題至少去了一半 好 那難的部分我們放到後面再來講 那現在呢 我把一些以前健康教育的內容 拿出來稍微講一下 也許有些人已經非常熟悉了 不過我們為了照顧一些比較平常沒有在研究的人 所以說我就把這個稍微提一下 那我們先講血液循環 血液呢基本上是從心臟打出來的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從心臟打出來 然後呢 這個心臟把血液打出來之後呢 它會經過動脈 會經過動脈 但動脈大概上應該分成兩種或三種 一種是體循環 一種是肺循環 如果勉強要分出第三種的話 那就是心血管循環 那我們知道說除了肺循環 就是通往肺部的這個血管 動脈它裡面是缺氧性之外 通往其他部分的血管都是含氧性 然後呢第三個 我們知道說動脈呢 它會不斷不斷地分支 從大動脈變成小動脈 小動脈變成微血管 那一直到微血管的層次 才是真正交換氧分跟氧氣的層次 小動脈跟小靜脈本身都不能夠攜帶氧氣 它們攜帶的 它們不能跟細胞進行交換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人身上的微血管 它距離身上最遠的細胞 大家只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遠 每一根微血管距離它最遠的細胞 只差五顆細胞的距離 所以微血管非常非常非常的綿密 那我們希望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微血管它是這麼綿密 這麼細緻的東西 所以它才能夠為身體提供這麼好的運輸效果 那接下來呢 微血管不斷地匯合變成靜脈 那我們知道說靜脈呢 它基本上心臟會往頭上 就是說它會從腳底下把血吸回來 或者是從頭部把血吸回來 那腳部吸回來的靜脈呢 它是有靜脈斑的 那頭部吸回來就沒有 然後呢 最後靜脈把血打回到心臟 那這就完成了我們整個心臟這個血液的循環 淋巴循環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體系 它的重要性沒有比血液循環差 可是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呢 我們來看剛剛那張圖 那當然大家看這個圖都很熟悉 我們知道說心臟打出血液之後呢 它會往這個走紅色的路線就是動脈 走藍色的路線就是靜脈 那左邊那張圖非常的複雜 我們看右邊這張圖就好 所以呢 心臟我們把血液從動脈打出來變成分支 然後進到微血管 然後回到靜脈 然後回到心臟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半天的那個過程 然後呢 下一張呢 這個我們稍微提一下下 這個就叫做淋巴 這叫淋巴 那淋巴呢 它的分支跟微血管 它的密度跟微血管基本上是一樣的 因為所有血液沒有收回來的東西 都由淋巴系統收回來 那淋巴系統呢 它有一個奇怪的形狀 就是說 第一個它可能每隔一小段 就有一些淋巴結 那第二個呢 它只會從全身吸東西回來 它只會從全身吸東西回來 然後呢 它吸回來的東西呢 會從左右邊的這個縮骨的這個動脈 的靜脈 把這個淋巴裡面的液體全部都收回來 然後呢 它還很奇怪喔 它 你看到這張圖 它好像把人分成一半黑一半白對不對 可是呢 你知道 它白色的這一部分的這個淋巴 全部都是從左邊這一根淋巴管收進來的 然後黑色的這一塊呢 全部都是從右邊的淋巴管收進來的 你會突然發現說 人身上竟然有設計出這樣一個 左右這麼不對稱的東西 可是這很神奇 人就是講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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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那些營還說 我就找得到 那些營還說 不知會 你不知 我會從… 那些營還說 我會 nib不知 我會從什麼 你不知 你會從哪裡